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你看到 动物园里面常见的大红鹤 睡觉或休息时常常使用单脚站立 原来是因为它们特殊的腿部构造 多半都是骨骼肌肉量比较少 因此单脚站立对红鹤来说 几乎是不用耗费体力 科学家都推测红鹤单脚站立的原因 除了省力之外 甚至可以保暖或是防御功能 也都是单脚站立的可能性 但关心 一进到台北设立动物园大门 迎宾动物大红鹤 粉色鲜艳外表和优雅姿态 总是引人驻足欣赏 但其实它们身上藏着很多有趣秘密 原本的羽毛是白色的 只是它因为进食的虾羊符 有生物里面有一个就是虾红树 或者我们把它称为枣红树 或者称为虾青树 那一个吃了以后 它就会转换成 有点像类胡萝卜树这样 所以会让它的身体的羽毛变成红色这样 红鹤梦幻的粉红色其实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因为饮食所致 而动物园里因为是人工喂养 这些撒红素的成分相对较少 因此多半都呈现比较淡的粉色 不过仔细观察红鹤就会发现 它们在觅食玩开始进入休息或是睡觉状态 通常都会收起一只脚 该用单脚站立展现惊人平衡感 究竟是什么原因 单脚站立通常我们观察到 会是比较倾向它们在休息的时候 对那目前针对就是红鹤单脚站立这个问题 其实有蛮多科学家有一些不同的推测 对那大部分都是可能倾向认为说 它们这个姿势休息是最省力 然后最最舒服 我们看到的红鹤腿细细长长的部分 其实肌肉量相当少几乎都是骨骼为主 研究就发现当它们在站立的时候 可以在特定某个角度达到关节锁住的状态 让它们能轻松站的稳稳的 人或其他动物 你要支撑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到肌肉 可是因为红鹤没有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骨骼跟一些韧带 层住这样 所以有根据研究它们解剖的时候 死亡的红鹤是可以单 就是即便死亡它也可以单脚站立这样 不过红鹤单脚站立除了省力之外 另外也有其他科学家 布驰不同看法 那有些人说可能是为了保温 那有些人说是为了节省能量 那甚至有些人认为说可能是有点伪装 或者说方便它如果说单脚 然后假设要逃的时候 马上另外一只脚就可以跨出去了 红鹤它们在休息的时候 可能会像鲸鱼或是海豚那样 它们会有半边的脑是可以进入睡眠状态的 所以大家也知道大脑不同半球控制身体的不同半边 所以也有人推论说可能是因为它们单侧的脑正在睡觉 所以它管的内侧的脚就是相对是休息的 所以会抬起来 保温防御甚至可能是半边脑部进入休息状态等 也都可能是原因 但目前仍无法清以下定论 不过能确定的是 它们宛如鸟界名模般的大长腿 还有着和我们认知里大不相同的构造 如果你拿人的脚去跟它相比的话 会没办法对等去比 因为它们的骨骼某些的部位的长度是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看到像人的膝盖的地方 事实上是脚踝的地方 仔细看看红鹤的腿 乍看之下会以为细长的腿中间这处是红鹤的膝盖 不过其实这里是红鹤的脚踝 它们真正的膝盖藏在和身体交界的羽毛里 不容易轻易看见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看见的红鹤大长腿部分 全都是它们的膝盖以下而已 而看起来类似人类脚踝的部分 其实叫做腹直关节 那那个关节的话 相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就是脚踝的部分 那鸟类在它们解剖学上 整个后脚会比我们的人类再多一个可动的关节 也就是脚踝以下还会有一个跟脚掌连接的那个 我们会称它叫做腹直关节 不过兽医也说 红鹤在这样脚好修长的长腿背后 让它们一旦出现一些脚部的疾病 或是碰撞受伤时 会更加难以治愈康复 究竟它们独特又神秘的构造 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等着人类慢慢揭开